明年我們端午節要再做會 好 我們來找巴掌 總統開示訊跟阿嬤化家常 她是96歲的共僚阿嬤 過去11年的端午節 總會跟蔡總統一起包巴掌 今年因為疫情取消 總統特別來關心她的身體狀況 當然還是要問疫苗打了沒 因為國內死亡案例頻傳 讓長者接種意願有些下降 總統要來呼籲長輩們不用歡樂 共僚阿嬤打完疫苗好開心 還跟總統比出愛心 然而並不是每位新北長者都有打到 像是這一位阿公 則因為年紀沒到新北規定的82歲 暫時還輪不到 現在是80歲 如果很方便的話 是遲斷的排得很好的話 可以啊 可以考慮啊 阿公好羨慕 然而目前北市開放80歲長者施打 甚至還接受不在即 這可讓一些新北長者動搖 該不該跨橋到北市接種 特別是80至85這個區間 可以趕快來進行 我們今天已經特別宣布了 因為在疫苗 因為在三一波的施打 我們還有一些疫苗 我們可以在80歲到81歲 在第三波馬上施打 新北市府似乎也聽到了他們的心聲 宣布6月20號開放80到81歲長者預約 6月22號到23號施打 而北市也下調了接種年紀 將開放75歲以上施打疫苗 預約跟接種時間與新北相同 隨著疫苗數量增加 雙北逐步將施打年齡滾動式下修 也是不希望長輩跨區移動 增加染疫風險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